好 欢迎大家来到 可斗阵之阴谋问诊室 那这里呢也是我们常规的 可斗家族的一个开会的地方 所以今天呢也是我们一个正常的例会 我们进行的第一个环节是 阴谋互评 阴谋互评环节 小纸条上写着嘉宾们近期的阴谋点 拿到纸条后大家猜测阴谋所属 并提出自己认为合适的解决方案 好 那现在请高汉宇呢 给我们读一下问题 好 朋友的聊天群没有我 肯定不是他 为什么 因为肯定不是我了 为什么肯定不是他呢 我是吴可斗 他不是这个性格 哦 但是我 为什么 有时候你看到一堆你认识的人 开了一个群你不在里边 你就会觉得被拒绝 哦 也可能是忘了吧 能忘掉的也 也是被拒绝的意思 如果我的话我想进去的话 我就直接跟他把我拉起来 可乐是这样的性格 我觉得他不会直接说对吧 对 我不会直接说 我帮你说 好 来 你将来告诉他是哪个群 没有 有好多群我都发现是这样的 好 那你就是从自身开始了 找少论题了 不要找别人 不是 因为他们都知道我是一个比较色恐的人 所以可能大家默认觉得我不会想要在群里 那是哪怕不说话呢 希望在 你可以看到 所以我不敢欣赏我得知道你们在聊什么 不是 应该是这么说我得被邀请 那你应该勇敢的跟你的朋友们说呀 这样的话他们建群之前就会多一个流程 要不要进去 不用吃饭 OK 不用吃饭 OK 不用吃饭 包包 不要 我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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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实在不好说的话 你把你的微信名改一改 下次一看 拉我进去 这是谁啊 拉我进去 对 大家一看就知道了 有群请拉我 对 也是个好方法 对 可能直来直去更好一点吧 就更好 该怎么样怎么样 对 因为有的时候的话 我们可能很希望是别人能够懂我们 但是如果想让别人懂我们的时候 让自己好懂一点可能更好 来 下面有请Lorea 一个人在凌晨听歌 这个问题 肯定不是她 你 你 你 为什么凌晨听歌 一个人在凌晨听歌 一个人在凌晨听歌 会阴谋 对啊 听什么歌 听什么歌都会阴谋 听 只要不是很快乐的歌 就会阴谋 那你为什么要在凌晨听 不是很快乐的歌 其实可以把听歌两个字删掉 一个人在凌晨 就已经会阴谋 那找个人聊聊天 那需要找人聊天 这件事情就阴谋了 那如果这个时候突然发现 微信里面 好几个群都把你听家为好语 你会不会开听 那又不阴谋了 你把他两个问题完美结合起来了 那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没进去的话 这个才是重点 哈哈 那凌晨 那个睡觉呀 就阴谋的时候就睡不着了 你真的是 就阴谋所以才不想睡吗 哈哈哈 你脑子应该运动 脑子应该运动 脑子应该运动 哈哈哈 那你是一个蛮需要自己的空间 但同时也需要陪伴的 嗯 这挺正常的 可以多去做一些这种交流 是的 好我来下一个啊 手机响 那应该是你 那应该是你 对 手机响为什么会阴谋啊 我有一个突然症 就是当手机响的时候 我不会第一时间去看 我会先纠结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但我一看发现是广告的时候 哇好开心 有没有 为什么 但是我发现是微信的话 我就会有点焦虑 因为我现在圈子并不是那么的大 然后基本上都是 关于工作上的一些事情 然后 如果说没问题的话 就基本上没有人找我 所以我很清楚 我只要微信一想 就肯定是工作上的事 或者是工作上有一些问题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特别害怕手机响 你主要是怕沟通对吧 怕有问题 怕有问题 对 我不一样 我手机从好像14年开始 我手机就 到现在 一直都是属于静音状态 我静音了8年手机 差不多 我也是静音 我是一直静音 你有点设恐吗 嗯 然后我也是 我怕一个电话不认识 突然打过来 我要接电话 结果又是我认识的 但我也不知道 跟聊些什么 跟说什么他到底要干嘛 所以我就看着那个电话不打了 对 所以手机号码 你看有的时候来电 其实我们更恐惧的是一种人际关系 那有一点吧 对 其实我虽然说有挺诈服的 但我小时候也是比较设恐 就比较 不太爱说话 不太敢说话 是不是老师车里起来回答问题 脸都会红那种 会会会 一样一样 我刚去北京的时候 别人带我出去唱K 我能在那坐一晚上不说话 然后睡着为止 我现在还是这样 但我后来是慢慢的 被锻炼锻炼锻炼成现在这个样子 慢慢的同众还会找到一些乐趣 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冷的一个场合 然后慢慢的变成一个很热的场合 热裸起来 也会很有成就感 是吧 对 有的时候我们所认为的射角恐惧 并不是真正的射角恐惧 只不过是可能我们对于一些陌生人 或者一些有特征的人 可能我们不太愿意与他产生交集而已 我也挺想跟人家交集的 但是我就不敢讲话 然后我就全程坐在那微笑 那也挺累的 但是如果是一个陌生人 他跟我讲一些比较深入的聊天 我是愿意聊的 但是我是绝对不会去打开话题的那个 我就坐在那里笑 笑到人家来问我问题 我就跟他说话 你就从来不出招 你只接招 就是聊天就是要有内容嘛 不然聊来干什么呢 是的 微信名也可以改成聊天要有内容 现在的话进入到我们第二个环节 雲星团队通降飞见面问诊环节 他们将重拳出击 大胆吐槽 揭秘关于雲星老板的那些事 所以我们先听一听他们的问题 我有很阴谋的问题 是我的老板造成的 我的老板老让我熬夜 陪他一起打游戏 这绝对是个男生 然后还陪他一起剪片子 我现在都要吃护肝片 你辞职呀 我的老板 散门还特别的大 比如有时候突然叫一声 然后把我杀坏了 散门 散门 我什么时候干过这种事情 散上 说的是邓紫棋 不是我 那你可以跟他一起吐槽对吧 对我跟你一起吐槽邓紫棋 来 继续 继续 没有了 没了 这么快就怂了 站出来就没了 你还不如不打这个电话呢 认出来就没有了 我得替邓紫棋吐槽她 好 好 邓紫棋去拍了三个多月的 MV连续剧 她一次都没来 一次都没来 然后我就问你 老板 你看 老板 我就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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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我替邓紫棋问你 她找你打游戏还不好吗 哪有那么好的工作 陪她打游戏 说实话你们两个技术谁比较好一点 她 她把邓紫棋两个星期上网着 她打得好带你 你送她皮肤吗 我送 对 对 哪有什么好的老板 你怎么回事 脚皮肤你拿了 皮肤拿了 是吧 三个月都不做了 这种员工事呢 赶紧了 要不我送其他两位老板皮肤 你们帮我带她 下一位 她是个反杀 蛮厉害的我 你号叫什么 这样带着我们吧 我加一下 加一下 她的号叫什么 我告诉你 她的号叫听李荣浩新歌 她在邓紫棋堂这工作 然后她的号叫听李荣浩新歌 听浩哥新歌 好 你说她不把她老板气死 还吐她她老板 是 您少一位 咱们就沙赖上沙 我觉得秩序吧 挺好的 好 那有请下一位 我是阿曼达二号 什么她 我知道她是谁了 你的 我知道她 你的 不是她应该说什么 阿曼达二号 哈哈哈 我要吐槽我的老板呢 她非常的爱运动 然后她可以无事无事运动 然后作为她的工作人员呢 就会压力很大 一方面觉得呢 老板这么努力 我也要努力一点 但是我真的很费柴 你说在房间里吹空调 吃西瓜 喝可乐不香呢 我就会经常很阴谋 你在不在乎她 还可以吧 是你的吧 是我的你的 你的 她说你什么时候都做运动 还不是你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老板对你好吗 你 不讲话 这是 这是你的 你犹豫了 你最好别是我的 那我说老板对我好吗 你现在想离职吗 邓紫棋团队其实还不错 他会送你皮肤 但是我游戏打得不好 我知道了 你猜到了 童童 好 你继续吐槽 继续 没有了 他们都是这样的 一猜出来 一猜出来 一猜出来就没有了 哎哎 那我现在在想 我下一个出来的 他会不会接受 我没有了 我就问你一个 医生 医生 你说 哈哈 童童你好酷 不 我问你 那我带你运动 你觉得有没有错 我就问你累不累 我觉得 嗯 就是工作不忙的时候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对啊 那如果工作忙的时候 锻炼是不是很让你提神 你这画风换的也太坏了 还可以吧 我觉得 再就这样吧 我的建议就是啊 你学学你老板自己 就别人有的时候约她的时候 她就会说她不拒 人要学会拒绝 那好那接下来 阿曼娜三号 有什么想说的吗 三位老板好 三位老板好 我是完全不会打游戏的阿曼娜三号 哈哈哈哈 徐然 没关系 我还会继续补藏你的 哦 反套路 反套路 我下一个出来的他会不会接受 我没有了 哈哈 啊 我的老板 虽然他对外是一个 时尚潮流达人 什么叫对外 把对外两个字给我去的 其实 他的私生活 非常的 单调 他活得像一个老头 哈哈哈哈 因为他的生活里只有遛狗和健身两件事情 对啊 这有什么可通曹的呢 然后 他拥有三十岁的身体 八十岁的灵魂 但是他有时候行为会很幼稚 所以我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老小孩 所以我想请问我的 我的 我的这些行为有对你造成什么影响吗 或者是困扰吗 你先别管 你先别管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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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回去 哎 对了 一人的车在哪 哈哈 哈哈 其实他是一个2G冲浪的人 但是他觉得他自己很有梗 所以你们平时就是 就是那些笑声都是 敷衍我的是吧 对 他说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说对啊 哈哈哈哈 必须要确认一下 是 是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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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然 我有点家事先处理一下 对 还以为他们没在这儿 是吗 是 我平时其实确实不怎么爱说话 但我也不想就整个team 是那种特别干的你知道吗 我是想活跃一下气息 嗯 但可能确实不好笑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那后面的话有请我们的 Amanda 一号二号和三号来到我们的现场好吗 我现在就是非常期待他们 见到我们第一面的时候 他们的状况 插个腰站在这绝点 迎接他 在这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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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笑 刚才说完那个话之后 然后离得又这么近 有什么感触 有什么感觉 偷偷有吗 偷偷有吗 偷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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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偷偷 是是这样子的 因为熬夜呢 是为了剪我们的 新的MV的片子嘛 OK 打个性命 然后藏茫大呢 那 天生的 天生的 藏茫大代表唱歌大什么 对唱歌好 对对对 哈哈哈哈 但是要听李荣浩的歌 不不不不 听老板的歌 啊 但是也要听李荣浩的歌声音乐 听谁的歌先 是 听邓子齐的心肝体史书 好的 实际上就是我们要很多的时候把自己内心当中的真实的情绪表达出来之后我们就不会让自己那么压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个很好的方式大家可以去尝试 他们不加我进群是我压抑好不好 最大的问题就是补群 其妙 不管是什么 比赛 都不够 都不够 已经宣伤了 好 他们正常